长庚生物科技董事长杨定一 同时也是长庚大学 长庚技术学院 明治科技大学三校董事长 身兼数职的他 心不乱的定力 来自于每个当下的静心调整 李阿丽 资深慈悸志工 多年前被诊查出罹患癌症 让他深刻体会到生命的无常 如今更是把握每一个今天 做更多利益人群的事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杨定一博士与李阿丽师姐 在尽心尽思后的力量 各位心灵讲座的好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今天非常的殊荣 也很开心的 我们可以四度邀请到杨定一博士 再回到我们的心灵讲座 那么今天在这有两个 你刚出版的好作品 那么我们上人常常告诉我们说 要多用心 上人常常说要一念心 那么在书上 你也有写到说 在一念之间 要看清楚这个虚妄 那么人生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人生的真相 可以讲座 可以讲说也是道 也是这个完美的一切 也可以称它是空 但这个空又包括一切 空跟有没有任何矛盾 这就是完美的一切 也就是心 也就是道 它本来就在我们身边 本来就在我们心中 宇宙其实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只是我们 也许这个信仰不够 也许理解不够 会到处寻 到处找 找了半天 把自己找回来了 也只是如此 所以静坐 其实就是 一个突然一个刹那 记得自己是谁 记得宇宙跟我中间的关系 是什么 记得来这一生 是做什么 我 小我 大我 甚至无我 到底是什么关系 真正的静坐 其实就真正的领悟 所以你说的道 其实在自己的心中 那么 找回自己内心的那个圆满 那么上人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呢 佛在灵山 莫远求 灵山只在如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 好像塔下灵山修 那我们上人呢 在1963年呢 上人当时呢 是在小木屋里面的苦修 那么大约就在六个月之后呢 那么上人呢 他在这个 念这个法法经当中呢 上人 突然有一片那个 很宁静 上人他觉得 他体会到了 人生的真相 上人必须要走出小木屋 因为上人 他感悟到了人生的真相呢 就是要理他 所以上人在1966年呢 那么上人呢 就是尽心第一 立他为上 上人就成立了 佛教课难慈祭功德会 现在上人呢 日日三月 年年三月呢 上人说呢 这个三月呢 就是我们的家风 我们的法脉 就是 祈求人心净化 祈求社会祥和 祈求天下 没有灾难 也很了不起 因为我 会认为就是一个人 他自己 可以这个 透过修行 不管是透过苦练也好 透过领悟 他可以 发一个那么大的愿 而且从这个愿 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 他的成就 他的 他的境界 他的 所一切理解 我们都可以看到 所以 慈祭这 多年来 不是光在台湾 在各地 像我在美国 很多 同事 都 只要讲到 移工 他们都 自然 会想到慈祭 只要我们 有一些 灾难也好 一些 要做这个 捐款的 我们这些同事们 自然也会 想到慈祭 很直接 在这个人间当中 可以感动 那么多人 我认为就是 这上师的 这个 这个成就 因为上人讲 上人总是 时时在安我们的心 上人讲 台湾无以为保 唯有以善 以爱为保 所以我们用 善的种子 撒遍了全世界 我们用大爱 那么希望大爱无国界 上人常常告诉我们 慈祭人 不一定书读的很多 也不一定 他有社会 什么样子的地位 但是每个人 做中学 学中觉 学中物 所以真好 所以人生的真相 其实就是真理 那我们慈祭 上人教我们 就是无量益经 那么无量益经 他这么说 他说 那么在书上 那你也告诉我们 其实这个人间 都是颠倒妄想 那么都是因为人 去构建出一个 海市圣楼 还有你有提到说 能不能回到一个 全新的世界 那么我很好奇 什么是全新的世界 你看 这个 你刚表达得好 好清楚 真好 我们好像 常常我认为 一切都是颠倒的 怎么说 我们认为 有这个身体 才有心 有了心 才有灵也好 或是另外一个层面 意识 那刚刚好是颠倒的 有了意识 才有心 才有体 这个意识 我现在讲 什么物理的观念 pure consciousness 现在从物理 慢慢也在追求 也都得到同一个答案 同一个看法 意识 它代表 无限大的一个体 好了 我们这样讲 因为任何 用什么种 字也好 画也好 都没办法 把它形容起来 透过我们这个体 才有一个 从无限大 到一个有限的 一个 可以讲说 就是说 来创出来一点经验 就像一个镜子 爬出来一个镜子 一个mirror 一切本来都什么都没有 只有意识 只有心 所以 但是我们人 当然 不是认为这样子 认为就是说 活到这个人间 好辛苦 样样都好像很真 是真正的有这回事 他不晓得 其实他 一切是个大妄想 一切是大妄想 这宇宙反过来 是在我们心中 是颠倒的 所以 走到最后 自然就回到心 回到意识 会发现 原来什么都没有动过 所以 透过静坐也好 透过 这个佛经也好 透过古人 也许所带来的一些智慧 最多我们只能把自己找回来 那找回来 一个念头 转变一个念头 充满的信仰 充满的自心 就找回来了 任何领域 任何功课 其实到时候发现 都好像都不相关了 都可以放下了 您说的是相关也不相关 但是都可以放下 因为你有提到说 身心中间有个连结的东西 那那个联系的东西呢 就是意识 或者是你称为的意识场 我们学佛的人 我们讲 前面的六识就是 眼耳鼻舌身意 第七识呢 就是自我存在的观念 那么第八识 我们谈的是阿赖耶识 就是那个业 您也认同的业 我们都知道 有业力的牵引 那么第八识识的阿赖耶识呢 那个业就藏在那里 但是还有一个第九识呢 第九识就是宇宙的生命 也就是人人本具的 那颗善良的佛心呢 那么它不会被业呢 所操作 所污染 那个本性的真如 就是那个自在的我 是不是也可以透过静坐呢 那么把它找回来呢 你刚刚讲得很好 你称第九识识也好 或是有很多当然有不同的名称 我们可以去做同样的说明 其实这个宇宙是爱组合的 我常讲说是爱的particle love particles组合的 为什么我们人也好 连动物 任何众生 都不断地回到 希望追求喜乐也好 追求爱也好 因为我们本来 就是爱组合的 所以爱本来就是我们的本性 那站到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透过静坐也好 不透过静坐也好 透过服务也好 不透过服务也好 我们永远离不开 这个爱 爱场 这就是我们的本性 所以一切都是 只是一个方便的方法 法门也好 那我相信上师希望大家做善事 也只是希望大家 透过服务的心 把自己找回来 那讲的这个自己 他是在讲一个大我 甚至没有无我找回来 最大的我就是没有我 那就一个念头回到本家 就是这样子 那么你刚刚一席话呢 又让我有好多问题想要问你 我首先想问你的是 其实我一天喝茶的时间很多 那我们讲禅嘛 就是试单 那它是一种纯然的 我们可以说很简单 很宁静 或者是很专注 因为我从小 我的爸爸他做茶 他当时呢 把台湾的茶叶呢 销到世界各国 所以我每天呢 都看着爸爸妈妈做茶 我来喝茶 那长大之后 现在在慈祭呢 那也是借由禁师茶道呢 那我们来宣扬上人的法 上人说 禁师茶道呢 就是能够人间菩萨大招生 所以我除了喝茶 想要找回回家的路 还有想要回到那个圆满 我还呢 借喝茶呢 想要来反观制造 就是反省一下自己 那今天有没有做错事啊 今天有没有说错话啊 今天有没有人见人爱啊 今天有没有广结善缘啊 这些呢 是不是都跟我们静坐呢 有一曲同工之妙呢 很好 所以你刚刚提到 不管是喝茶也好 任何其实这个动作 我们任何 我们讲Doingness 也可以讲Beingness 又有存在 Beingness就是存在 就是一个人他不动 存在 动的话 就是这个作为 好了 我们用作为来称 就是说 我们人就在从 不动跟动 其实到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所以一个人喝茶 也可以体会到 哦 其实一切都没有动过 一个人在这个 做这个善事当中 也会体会到 也本来就是如此 我们人本来就是一个善意的场 在善意场活的当中 为什么会读经也好 做善事也好 让我们特别会喜乐也好 玩喜也好 因为跟我们的本性本来 它就是同一个频率 同一个共振 所以让我们感觉特别舒畅 但是站到这个动跟不动 其实我们本性 随之在我们眼前 都可以找回来 其实我们在动 在讲话 在做事 在烦恼当中 轻轻轻地跑出来一个问题 谁在烦恼中 谁在做事 谁在知道 这假如一路追求下去 发现 哇 原来 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描述的 这就是 我跟你中间 从来没有分手过 本来是一家的 跟任何众生 从来没有分过 但是很遗憾 我看的就是 有我 有你 有其他的人 所以就分家了 把这个自己找回来 发现 也只是如此 从来没有动过 所以 竟然没有动过 我只能做善事 我只能做好事 做有好的念头 因为我对你做好事 其实跟我个人 从来没有离开过 就是这样子 那要么是 我想请教您 因为我们全球的慈悸人 我们都是奔走在 长街漏巷 救苦救难 那其实呢 我们常常呢 就是为了别人 会忘了自己 那坦白讲呢 其实我们多么希望 就是说 能够在做救人 跟助人的当下呢 其实呢 也能够体悟更多的人生 因为上能告诉我们 慈悸人就是行经 也就是把佛陀 教我们的这些道理呢 我们在助人的当下呢 也能够明了 世间的所有的因缘果报 经过这样子的当下呢 我们让自己呢 学佛的资量呢 能够更精进 那也因为真的是 常常呢 真的是 急功好义哦 常常会忘了自己 那对于像这样子的情况呢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或者什么呢 要电灵我们的 我们这么忙 但是如何也能够达到呢 这样静坐的 好的效果呢 我其实没有任何好的意见 可以建议这个 我只能称赞你 我只能赞美你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境界 这是最高的 人间的最高的一个境界 也就是赞到无我 无我的这个精神 给大众服务 这是了不起的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学习的 静坐 刚刚你前面 也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在书里面 有分成方法 过程跟结果 outcome 结果 这其实你刚刚所讲的 就是结果 最高的结果 也只是体会到 人 人间 人 我们人跟人中间 是平等的 我们也只能服务 也只能把 这个善事多做一点 那我再补充一点 我认为最了不起 从这个上师 带着这个 慈祭的同仁 带着全球 影响到全球 还不是光无华人 他表达一个 一个中心的 一个理念 也就是说 我活到 这个世界 我有一天也好 我有一分钟也好 我有一秒也好 我要活到最圆满 最完美 的一切 从我的行为 我来表达 最完美的一个境界 活到每一个刹那 每一个时点 每一分钟 我都不断地 活到为了 美味的众生 所以 因为是圆满 我在活 活到圆满当中 我是对 全部宇宙 地球的众生 这个表示 最高的尊重 这其实 其实就是含着 一切的这个 有一切的代表性 是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的正言上人 其实上人 他老人家 身体不是那么的好 他常常说 我们的师公上人 因公导师 就把六个字 送给他的时候 为佛教 为众生 上人说 短短的不到一秒钟 但是他做足了一辈子 那么上人 总是把众生 放在他的心里 那么所以 上人常常 他不停不停地发愿 所以我们 这些乖乖的弟子 就要不停不停地 陪着上人来行愿 我觉得 行愿 也是一种能量 所以我想 也要来请教博士 或者是也是跟你分享 因为 我当时期的志工 有二十多年 那么总是 上人说什么 我都会乖乖地听 那么 上人想做什么 我还理解不到 我还是很安心地 就跟着做 有几次 我其实非常地累 但是当我回家 我发觉 我的心中是特别地宁静 我体会到的 我们上人 我就尽量想要 贴近上人的心 上人说 晋级清晨 我不晓得 我那样的境界 是不是也是回到了心灵的故乡 那种心灵领悟极乐的世界呢 我们其实说 透过静坐也好 透过这条路 希望大家体会到 什么是叫做空 什么是叫做不动 什么叫做喜乐也好 因为我们站到一个 在这个人间活的当中 烦恼太多 其实很难可以体会到 什么叫空 什么叫做不动 什么叫做空灵 其实达到这个止 达到这个不动 有两个最好的方法 一个就是禅 禅中所讲的禅 禅这个话头也好 这是这种禅的 这个大学问 这样子留下来 那有另外一个大的法门 就是这个 用响应 或是用合一 或是臣服 就是把我自己交出来 所以你刚刚 用你的方法表达 我把自己 我这样站到阿里斯杰 你的脚趾来谈 我交给佛陀 我交给上师 你刚刚表达得很清楚 上师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没有什么疑问 我没有什么 另外一个念头 我就做就对了 因为我对他 有一个信任 对他有个钦佩 知道他的愿 其实是大的愿 我只能帮助他 理行 达到他的这个愿 他的这个愿 其实就是跟佛陀 这个大菩萨也好 佛陀所带来的 这个种种的愿 没有任何矛盾 你把自己交出来 这个devotion 它就是个最好的方法 把心打开 得到一个宁静的 这个境界 所以你刚刚有跟大家分享 说我虽然有时候很累 有时候爬不起来 或是一天工作很长 但是发现 自己可以到一个很 很安静 很宁静的一个世界 其实这就是禅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本性的世界 所以从动 你找到空 从动 你找到不动 找到心 找不来 这很好 只能恭喜 是的 那么我就想到说 我们上人常常告诉我们的 上人贴展慈记 四大职业 八大法医 慈善医疗教育人文 国际症灾 骨髓捐赠 那么环境保护 还有社区志工 上人说 慈记人文 那么这个慈记人文 就是人品典范 文舍流芳 也就是人与人之间 最真 最善 最美的互动 那么近思 青山无所真 福田用心根 我们是不是能够 好好的来思考 冷静的心 清静的心 人生的方向 还有意义在哪里 那么博士 也期待每一个人 都能够当光明 智慧 还有开心 学悟的引路人 好 那么谢谢博士 我们期待后会有期 也希望观众朋友 我们下周再相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